你多少钱可以当我男朋友 一台Lemo给你够不够 我说没关系 我自己可以 我像有点后悔 三生三年的陈毅进来升格制作人盲兴系男公馆 也认真身体例行田野调查 11月29日深夜 本刊在台北新一区餐酒馆 发现陈毅和两男女一起喝酒聊天 陈毅和住在一旁的白衣长法女互动特别热络 嘻嘻哈哈闹隔不停 长法妹讲的还整体倒在陈毅身上 陈毅则很配合的积极找女生嘎安杯 简单讲今晚看似有戏咯 两人起身穿外套准备离开 长法女勾着陈毅一起走出残酒馆 踩走了没几步路 女方突然 主动抱了上去 下半身还进行绞交的互动 干拆烈火止不住 两人躲到漆黑小角落 陈毅和长法女愈考愈近 有时候也没闲着蛇来蛇起哦 将真的长法女不知是装醉还是真喝多了 时不时就趴向陈毅的双腿 勾缠近半小时 两人才甘愿的起身离开 还停得下来 不愧是38岁的自制力哦 走到一半时却突然停下来 直接女生开始翻找包包 哎 看似东西掉了哦 两人折返偷换处寻找 也返回猜酒馆 陈毅帮忙许永问 就在众人手忙脚乱之时啊 突然间长法女走到路边 拦了计程车离开 找不到任何遗事物的陈毅 返回女生刚才待的地方 赫然发现 所以爱会相信 对不对 我只是一个傻瓜 为你把力气拥挂 也许你早就不在我 且还在奢望 你走得好迹 一点也没有身相 难道 小丑竟是我吗 陈毅没有这样说 陈毅似乎不死心了 还一边打电话 一边走到大马路口 又等了一会儿 才信信然的大计程车离开 眼见原本幸福的月 完全都是泡沫 你会不会倒酒啊 陈毅难掩失望 就如陈毅的过往感情一样 常常走一个 突然又看不懂了啊 2015年 陈毅和莫云文一起拍摄 失去你的那一天 假戏真作 但陈毅才刚和莫云文 闺蜜蕾瑟琳分手 恋情曝光后 使得女生友谊的小船 说翻就翻 直到2019年 陈毅和有只小昆宁 称号的混血女魔 金凯德一起到KTV欢唱 但被发现跟派 最后只好贴心护送女方回家 哎呀又是全都是泡沫了 今年5月 同间KTV陈毅再度现身 和小小一起步出大门 只见两人带着笑容 一溜眼钻进计程车 脸贴脸似语 下车后两人并肩走进大楼 消失在夜色之中 不过陈毅撇得很轻 只说和她是一般朋友的关系 那对啊不然呢 今年38岁的陈毅 不否认家人已经开始催婚 不过单身三年的她 目前是看不出了 什么需要结婚的理由啦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